估股今日出現明顯的調整也好 港股仍然在23,100左右的水平進行整股 即是肉霸不臨 很簡單 技術上來說市真的處於一個逐沉頂的形態 不過成交金額真的不配合 由上星期二的780億 到星期三的780億多點 到星期四的680億 到星期五 昨天星期一和今天星期二都是只有500多億 成交金額和指數不斷向上 扣高位或者市新高 完全背持了 值得留意 由6月25日的低位19,426點 到這個月16日 即是昨天的23,268點 市已經升了3842點 這個升幅其實已經不小 當然不知市仍然續沉不高位 但大家要留意十堅線的防守性 現在十堅線已經升到22,800多 仍然高速上升 一旦恒指碰到十堅線 或者輕輕碰穿十堅線的話 一個所謂續沉頂的形態 可能有少少變化 在那一分鐘 一個比較明顯的調整 或者比較有深度少少的回吐 可能會出現 所以有沒有高追 第一要衡量持負的能力和能耐 就算你後市看好也好 短期調整128點 當然很多人都沒什麼問題 但深一點 看法就完全不同了 大家小心一點 早段恒指是 輕輕低海5點是23,246點 這個也是日中的高位 之後跌下多些 跌下多些 最低達到23,128點 四射五入 收市的時間是23,180點 跌到71點 成歐今晚只有550億 仍然還是比較鑊 由於技術上 昨天的裂口性的高海 遺留了一個上升裂口 比較大型的 是由22,956點 到23,128點 現在收窄到只有172點 仍然懸空代保 這個裂口 老實說 在我角度來說 早補就好過遲補 你好像九月初 那裂口擺到現在 都是不肯補 現在勢頭當然無法回補 但日後的大市 如果有回吐 或者深一點的下調 在那一刻才會回補 殺傷力就不容小看 值得提到的就是 市仍然仍然在炒板塊 例如先有澳門的博彩股 還有科網股 好像騰訊一樣 咬著高台不斷創新高 一日勢頭仍然在 仍然繼續走 就像陰樂俠一樣 總之一邊叮叮叮叮 大家都圍在那裏跳 今天開始有一些 本地銀行股 又再炒作 由於早前的創新 到昨天的永亨 至今的資金就開始追大升 開始連東亞都追賣了 老實說 拼購潮是不會停的 因為小的銀行 在現在這一分鐘 去營商的環境 其實面對的壓力是很大的 只要駕對的話 第二代好第三代好 真是有興趣賣去圖顯 寧願拿些錢去做其他生意 但是會不會一次 兩次 三次 連錘一樣 每一間都拼取呢 未必會的 不過沒辦法 市場暫時來說 就沒有甚麼炒作 還有大部分高分都是原地踏步 有個別的高分 還一直徘徊不前 那些錢一直找目標去炒 哪一隻有消息線出來的話 一定會吸引到一些 短線的資金圍著來炒作 從來都是這樣的 任何的炒作都不要緊 第一就不要太大手 第二 你無論上網多少都好 問一問自己 一旦反覆的時間 回套一出來的話 自己承擔的風險有多大 如果不想承擔太大的風險 就頂低指示位 你反正上去都不會賺很多 比如這樣13元買隻股票 你打算14元14個半就走了 回頭跌回到12元 你都要指示離場 有些人就說 跌下來我中線持有 行不行 不要說不行 問題 你有沒有足夠的持貨能力和能耐 千萬不要說12元不走 最後去到9個半才迫要走 這樣就無謂了 輸當然要輸 一元不輸就輸3個半 就不值了 整個市 去到現在九月中 仍然仍然是先低後高 低位是2號的21948點 高位暫時來說是16號的23268點 根本波幅已經擴佈到1320點了 算不算多? 老實說 只要十天線不失手 仍然有條件繼續向上穩高位 目標直至5月20日的23512點 而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擴多次 成交那麼硬 不是那麼配合 所以任何的高追 第一就不要太大手了 如果早前在低軌沒有買到 來到現在才蠢蠢欲動的話 賣少許就好了 兩手準備 三手準備 都不拒 萬一市真正在進步向上走 便逐著逐著 反過來 如果市真正有調整的話 看定點才再加 後市仍然是好的 但每一個升市中間 當然有調整 當然有反復 偏偏在高位買 回一點點就走 這樣就無謂了 如果有中線的心態 當然有兩個做法 一個做法 就是等它回一回下來 才再入市 要不就分階段慢慢買 千萬不要一注資金 高追了下去 繞了雙手 不理 真的做到不理就行 我怕待會升上去的時間 就不理了 一跌下去的時候 不理不可以 捱到這麼想 就止時 這樣就無謂了 好了 今天時間不多 因為九龍性的廣座 無論如何 我要早點過去 所以今天講到這裡 明天就和你見